以往三季境界 五天到六月十四和都合五日子 面對這個傳統的需求 我們台南如何應用這部連鎖可能的風雨作為 也讓市民非常關心 在處市長有的體育剛空從北部回來台南民眾 依照恨愉的規定要在處煮煮健康管理幾十三天 也說到這個時候回來的一段危險的露天 浩漁也是沾時脈爬爬走 你這個時候跑出來可能 第一個你在從家裡面搭乘不管是捷運 或者是這個公共大作運輸工具 本身就是一段負險的路程 然後再搭台鐵高鐵或是國道客運 中間在密閉的車廂裡面到底有多少人 他是不是可能的代言者 這個是負險的第二個旅程 第三個到了台南之後 下了車你又再去搭相關的交通工具 除非是家人來載 家人來載的話在一個密閉的小的車廂裡面 可能你就跟家人近距離接觸 而且都在那邊交談化家場 那就是第三個負險 第四回到家裡面 再跟家人一起吃飯 不戴口罩 然後又近距離談天說地 這可能又是第四個負險的過程 那如果說你都做好自主健康管理 庫保包裝也穿了 那回到家裡面 又馬上又回到自己的房間 不跟家人相見 那你回來幹什麼 所以說坦白講 也是一個不得已的措施 所以說我們是呼籲 大家能夠為了自己的健康跟家人健康 在這段時間盡量找移動會比較好 好那以上呢 感謝黃偉哲市長衛生局許局長 警察局方局長的說明 那 受疫情影響 因為台中文書的訴求感覺 面對六月十二到十四合五日這連家 也不會有出外輸由 所以包括各地列車 以及各地客人 都會檢辦處來調整所有 台新聞君及何曉王 蔡宏不達